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WTT大满贯赛男单千位表已经出炉 相比于女单千位表的顺利 男单赛场的竞争性更强 而且国拼很多主力分在同一小区 甚至三人挤在同小区 首先是男单四分之一小区 樊振东和许兴压振 主要对手是张宇珍和弗朗西斯卡 张宇珍近期表现一般 早就没了去年强势的状态 弗朗西斯卡现在连德国队的三号位置都没有坐稳 前段时间还输给秋党 樊振东作为新科士拼赛单打冠军 面对这样的对手不用过多担心 国拼主力林高远将承担起 阻击两大强敌张本智和波尔的重任 此外 马龙在半决赛前也可能面临小师弟王楚清 林诗栋的挑战 同时还要提防林云如等人的冲击 可以说是千位并不佳 至于梁静坤则避开了大部分强敌与队友 非常有希望晋级四强 详细情况如下 受世界排名影响 第一至四位的运动员必然会分手四个小区 所以大家比较关心 第三张本智和会和第一樊振东 第二马龙 当中谁会划到一个半区 结果是樊振东 不过在半决赛前 张本智和仍然可能与另一位国平世界冠军主力交手 那就是林高远 除此之外 德国世界冠军老将波尔也和他俩一起在四分之二区 而这三位运动员的实力 在伯仲之间 林高远要想胜出 也不容易 至于樊振东 马龙的话也不好受 樊振东和许馨一起在四分之一区 此外还要面临德国名将弗朗西斯卡等人的挑战 马龙与王楚清 林诗洞在四分之四区 而国平的几位劲敌林云如 皮切福德 达科 法尔克 阿鲁纳 李尚珠等人也都在这里 梁静昆的运气还算不错 他所在的四分之三区 虽然有巴西猛将雨果 瑞典小将莫雷高德 但相比于其他队友 这千位真的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毕竟一个队友都没有 内战压力小 目前看来 林高远的外战压力无疑是最大的 因为张本智和 波尔是战胜国拼主力次数最多的亚洲与欧洲运动员 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虽然千位不佳 对于已经在主力阵容调队边缘徘徊的他来说 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绝佳契机 如果林高远能连赢这两位强敌 那么他在教练组心中的地位必然会大大提升 所以 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至于老将马龙的话 整体压力最大 队内 王楚清和林诗栋的进步都非常快 两位小师弟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队外 林云如 皮切福德 李尚珠也都曾战胜过马龙 除李尚珠外 另外 两人都不好打 而达科也曾让马龙点名低防 或将有恶战爆发 目前小将向彭还在资格赛中战斗 所以千位待定 期待 国平健将们在新加坡大满贯赛场上 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